各位學員大家好 我是高漢堂高老師 再度感謝您來到我的課堂上 那我這邊也一樣的提醒各位呢 如果呢你的 這一個需要這個教材 那麼你就到我的博客 來下載吧 連會下載的 那這個教材呢就是我在2009年呢 從這本書 的這一個教材OK 這是在 台灣出版的 那麼第 現在我們就進入第14章 也就是Mediator的 這個設計模式 那這個顧名思義呢 就是中間 協調者 所以他站在中間 作為溝通的一個橋樑 然後呢 他又有協調的能力 就是有主控 的能力 所以他又有這個 成為溝通 的一個 媒介 所以他具備有兩個 這個條件 所以呢 我在這個單元呢 首先也幫你說明 這個Mediator的 這個模式 他的美妙在哪裡 那我們 用這個 主板 來做個形容 那可以 幫助你 可以了解 Mediator這個 Pattern 的一種 用意 以及呢 我所認為的 如果我們要把Mediator 做好呢 那我們 以我高老師的建議 那我希望 能夠整 整合核心 跟決策核心 能夠把它 切分出來 然後呀 又能夠把它 結合在一起 OK 那這個整合核心呢 提供的就是 多個接口 然後整合在一起 然後 第二個小部分呢 就是 來說明這個 Gone of 4 這個Mediator的 設計模式 然後再來呢 我就舉 Android框架裡頭的例子 來說明 這個Mediator 在這個 Android裡頭的 表現的 這種情形 好現在我們 就來 說明這個 Mediator 美妙的地方 在哪裡 所以我們從這個 Motherball 主板 每一台計算機 就每一台電腦 都有它的主板 叫做 Motherball 這是 ID產業人人 都接觸過的東西 然後呢 我們藉由 接口之序 在這個Motherball 它 譬如說 有USB 的這個接口 那這個接口呢 就連在這個Motherball上 所以呢 它可以去包容 這個 連接在 這個USB 的 Printer 的這個Mouse 的這個 這個 這個Disk 等等的 只要能夠連上來的 它都可以把它包圍進來 就 還有 Motherball也可以接 這個CPU 也可以接 像我剛剛講的 這個外圍的 Mouse 等等的 這個外圍的 component 所以呢 在這一個 前面各章 所講的 像Adapt啦 抽象 類別啦 接口啦 那這些 都是 針對個別的 類別 或者是針對一個 類別體系 比如說 View 那麼 吞很多個 一直 分下來 這個叫做 這個類別體系 但是 很少把眾多的接口 整合起來的模式 所以呢 這一個 Mediator 比較特別 他是 要把眾多的接口 整合起來 然後又有 這個溝通 跟控制的 這個機制 OK 既然Adapt 等等這些都包容的 複雜多變 那麼 雜整合起來 成為一個主板 那這個主板的 整合一群 可以合作的 相關的接口 那就讓 這個 架構呢 更具有包容力 而且 還有一天 這個我們把 很多不會 飛的 這些 外圍的組件 還有 芯片 然後 把它組合起來 因為他有這個合作的 這個效果呢 組合起來呢 居然會飛 那這就是飛機啦 所以呢 我們希望 這個 Mediator 能夠扮演更多的角色 他能夠把一群 不會飛的 這一個 component 把它組合起來 居然會飛 OK 所以我們就從主板 的角度來看一下 啊 這個主板呢 就有一個 CPU 就是 這個結策的核心 然後主板本身 他是整合的 這麼多個 JCO 整合了這麼多的JCO 然後呢 這個 把這個JCO整合進來 然後讓這個外圍的組件呢 能夠 plug in and play 所以呢 那他並不是把這外圍的組件 把他全部 綁進來 他是 反而是綁了JCO 然後 啊 這個 PMP 滑鼠 有沒有 讓這個 滑鼠可以 抽換自如 OK 就像 這汽車的引擎 然後呢 他跟輪胎有JCO 這是輪胎 啊 輪胎可以不斷的抽換 啊 所以 這個可以不斷的抽換 然後他綁了JCO OK 連CPU 都是可以抽換的 那這個 主板叫整合核心 這叫決策核心 OK 所以CPU本身 就本身就是一個 複雜的邏輯 在這裡 啊 那motherboard又透過JCO 把它 整合進來 所以展現了 這個motherboard的 極大的包容力 啊 至今 這個motherboard的 包容力能然在增加中 OK 這種結構 並不限於硬件的產品 在軟件也很常見咯 你看 我們有一個 整合的module 這個譬如說 啊我們現在所看到的framework 啊 框架 就是 啊 典型的 這個整合的 那背後 也可以加上 這個控制 啊 這樣子 然後呢 他就可以銜接到 email的 軟件模組 可以銜接到 這個boing的模組 可以銜接到數據庫的模組 等等的 那這個結構呢 其實軟硬件都有 軟硬件都有 那麼這個 啊 整合心 就是要幫多個接口把它整合進來 再配上 決策核心 OK 就變成了 mediator 就變成了 有 有協調的 能力的 一種 中間鍵 有協調能力的 中間 銜接者 溝通者 那主板的概念很簡單 它因為有它的簡單之美 帶來無限的生命力 OK 它成為很多接口的整合體 它整合 眾多的接口 啊 那我們看看 下面的圖 下面的圖 好 那我原來是很多系統 那系統跟系統 之間 會有接口 會有接口 啊 然後現在呢 這個接口是分散的 啊 所以呢 啊 如果加上一個 S4 那這個接口就更多啦 啊 這邊有接口 這邊有接口 然後呢 啊 這邊還要有接口 啊 所以呢 就增加一個就增加好多個接口 所以呢 這樣子 整個系統會失控 因此呢 就把它用一個mothebole 把它整合起來 把它整合起來 好 然後透過這個mothebole 大家就可以在這邊互相 的溝通 啊 所以呢 這就是變成叫做中間者 啊 中間的 這個溝通者 啊 一個 傳達者 一個傳達者 啊 那如果再加上cpu 就變成有 這一個 啊 這個溝通者 還有 劫測者 啊 還有這個協調的能力 協調的能力 啊 所以呢 我們待會會看到 把這個合起來 就變成我們的 這個 這個 Mediator 啊 Mediator 他既備有 這個溝通的接口的整合能力 又既有這一個決策 協調的能力 OK 啊 那我們 再回來囉 再回來 所以呢 會合之後有什麼好處呢 他可以統一的 決策 跟協調 啊 決策跟協調 所以他要統一 所以要有眾多接口 要能夠組合進來 然後包容各種複雜的組件 之間 互相 溝通 啊 這個 互聯互通 又能夠促成合作 啊 就是第1個 要能夠溝通 第2個能夠合作 這叫做中間的 協調的工作 那這個叫做 Mediator OK 所以到一個 單一的組件去 統一協調跟 劫測 啊 OK 啊 就是剛剛所看到的 啊 這個叫Mediator OK 所以呢 那就出現了跟主板很接近的 那就 提供了簡單的次序 包容無盡的 繁容 好那我們就先 這個部分先休息一下囉 待會再來談 14.2